你好 有啥感受呢 就很轻松 嘻嘻哈哈 然后大家很努力 就啊 转眼睛就完了 所以就也挺开心的 所以就剩下的外景 就要继续努力了 对 两个月的床景其实也蛮累的 因为我差不多 差不多了 每个景都有我 也谢谢大家的努力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的女医有一点表示 为了庆祝我们这个场景 派完 什么表示呢 有什么表示呢 就是问你啊 我们就姐姐说了 这是她会请客 对 她会请我们吃这个 啊 龙虾 鲍鱼啊 鱼汁啊 等等啊 要煮的 什么贵贵的 多客一点 对不对 哈哈哈哈 谢谢她们 很开心 受到大家的教导 所以呢 我今天要谢谢大家 就这样啦 就这样啦 哈哈哈哈 还会把美女都三点个人 还会都疯你叫我们修啊 哦 这次真的 那个时候都请了很多客 因为真的很感谢每一位 首先要说 她们每个不是一定要指道理 但是她们愿意去指道理 我们就能够用最最最最 简单的方式去表达 去大谢她们啊 就是这样子 就这个是一个毕竟阶段嘛 因为大家派就是 大家付出的时间啊 努力啊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为了大谢大家 所以就是一点点的 心意必须要表达的 而且记得之前跟坤哥 和那个大战争的时候 我们都一起请客 一起请客 一起去 因为请客可能 对我们年轻的演员 可能负担有点重 但是为了减轻这个负担 大家可能几个演员一起请 可能会达到这个目的 可能会大家也轻松一些 有啊 我觉得压力一开始也蛮大 所以就很紧张很紧张 然后很多事情就会 有很多 就是因为很乱的自己心情 然后就一开始 我做的 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 可是后来可能就是 有很多前辈的教导啊 还有就是大演兼职的指导之下呢 我就慢慢开始心情放松一点 就好像有一点顺利啦